女性一过40岁 全身都疼痛 有四大原因 很多女性呢 感觉自己腰腿疼痛 过几天呢 膝关节也痛了 慢慢的又是后背痛 又是肩膀痛 好像全身没有不疼的地方 身上不是这痛就是那痛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第一 女性呢 在年轻的时候太过于拼搏了 可能年轻的时候争强好胜 想要过得好一点 每天劳累劳损 受寒受凉 时间一长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年龄一大 各种毛病就都上来了 第二的磁激素对维护女性的骨隔健康是有很大很大作用的 女性进入更年期以后 卵巢功能逐渐减退 磁激素的蜂蜜减少 最后呢 导致骨量的总量减少 骨密度的降低 而引起全身的关节多处疼痛不舒服 第三 关节老化蜕变 人的骨关节就如同汽车的轮轴承 出现不同程度的磨损 也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关节软骨 关节炎 半月板耸伤 骨质增生 不刺等等 第四呢 就是焦虑 抑郁 情绪紧张等这些情绪方面影响的问题 人到中年 中老年以后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生活困难 这种焦虑会导致全身的疼痛或不舒服 人家里能够剩下来的 人家里要说的 我发现了 忘掉了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